地上一片红通通 福袋摆好摆满 一大早大 排长龙 全都是为了抢到这一代 迎新年不少超商百货 都推福袋民众买回家 开箱是手气 也想讨个喜气 只是现在出现不少 一夜市诈骗 写着全台限量 新春存钱筒 价格还有打折 甚至还有福袋大礼包 什么东西都有 但其实通通是道徒 不少民众因此 受骗上当 逼得正版本专跳出来 发澄清闻 还贴出多个假网站 希望民众一定要留意 法务局统计近两年 共受理58件付带申诉案 其中将近六成是申诉 超商卖场及百货 那如果已经付款了的话 那回到家里开箱 赶快跟取货的超商 利用他们的专线客服 或是专线信箱 赶快反映 那还有机会 在钱汇出国外之前 把这个款项追回来 网购服带民众一定要多评估 卖家评价 还有粉丝人数 避免权益受损 毕竟连艺人也成为受害者 我发现他们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全部都撤销了 我到时才发现 一张片 艺人李千娜 以自身惨痛经验 铁刑事局拍摄宣导短片 当时他网购一张导演 已好不容易拿到货 但一柴包裹 却是坏掉的椅子 被骗两万块 甚至连艺人伍雄也是受害者 曾经买了低价耳机 收到货才发现被诈骗 标保官也提醒 如果发现价格落差太大 消费者一定要多加留意 三零星 我国内睡觉阿萱 台北报道